大家好 欢迎收看本期的小海绵艾生活 随着社会的进步和发展 各大工厂当中早已经采用了先进的流水线作业 以及先进的各种设备进行生产 不仅很大程度上提升了工作效率 而且还节约了生产成本 甚至连现在的小机孵化产业 都已经采用了流水线孵化设备 那么不少人就会好奇了 这流水线孵化小机是如何完成的呢 首先工作人员会将刚刚下好的鸡蛋 收集起来 统一放在保温箱里 然后再储存到孵化室当中 在适合的温度下 孵化箱的鸡蛋会很快的孵化 据说这种孵化方式要比传统母鸡孵化鸡蛋的方式快上百倍 在小机孵化出来之后 工作人员又会将小机全部放在流水线的传送带上 随着传送带的不断传送 小机经过各个流程的分解 工作人员一个一个检查小机的体态健康 把一些有问题的小机筛选出来 再将剩下的小机通过传送带继续不断向前传送 接下来会有工作人员为每个小机做简单的防疫处理 在处理之后的小机就会被统一装箱 然后根据各大养鸡场的订单进行装车 最后统一发送到各个养鸡场当中 看到这里不得不让人感叹现在机器的先进程度 只不过看到那些还嗷嗷待不得小机在 我想大家都于心不忍吧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喜欢的话请点击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观看